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 所有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4月份呢 是二手机的 淡季 最近不论是苹果还是华为的机器都有小浮动叠价 具体行情如何 我们一起去市场一探究竟 3000多的预算呢 可以考虑我们手上这台苹果12pm有所卡贴机 纠成新的128句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3400左右就能入手 内置搭载a14的处理器 6.7寸的欧楼异地屏 不仅屏幕占比大 而且玩游戏呢 也是非常舒服 这台机器品质也是非常不错 电池效率90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北京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大概测一下基础功能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仔细测机 手上这台有所卡贴 全新为激活的14polo呢 也是一位深圳同城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128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700左右 机器呢 也是全新 未使用未激活的机器 仔细检查好机器 外观城市没问题 等会我们就拿去开孔 手上这台是一位云南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14plus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我们三个多月时间了 经常看我们直播 所以对我们也是非常信任 目前128g的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3500左右 机器呢 也是一个全新 还没有开孔过的机器 预算比较不充足 但是又想要一个屏幕大 续航好的机器 14plus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近14pm的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台有所卡贴 全新 未激活 未使用 没有开过孔的机器 128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900左右 机器呢 也是支持5G 信号非常稳定 2000到3000左右的预算呢 我们手上这台华为妹的三年polo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放在如今 拿来当做主力机 这样个三年左右依旧不会过时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福建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妹的305G版本256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2900左右就能入手 手上这台华为妹的40polo 是一位湖南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这位老哥呢 手上还在用mate时 那机器呢 也确实卡的不行了 所以想换一个配置稍微好一点的机器 所以我们也是给老哥推荐了这款机器 毕竟作为最后一款华为麒麟处理器的5G手机 40polo 目前来说价格合适 性能也是完全够用 麒麟9000的处理器 6.76吋的双起面屏 握持手感非常不错 续航了4400毫安 喜欢小屏幕 我们手上这台华为p40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台呢 也是为四川的小姐姐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8加128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在2200左右就能入手 屏幕方面呢 配备的是一个6.1寸的全面屏 单手握着打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后置三个像头5000万的像素 芯片呢 采用的也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 宝石节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 还支持 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限磁吸 双击触摸亮屏 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 高清大屏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也是目前华翔北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无限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e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e 支持空间音频音质也很棒